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这个大概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然后呢他一直不出来 我就在幻想说 哦是不是有可能解决了 听不着这个惩假请完了 然后回来做事就一切解决了这样 就跟边境危机一样 就是不是说不提就不存在 那这条新闻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美国的铁路 在周五开始的零点就罢工了 之前大概有货车司机嘛 对 那个时候有罢工 但是这一次是火车司机 货车司机 火车司机 不只是司机 是火车是整个在车站里面工作 还有售票员啊 那些都是有啊 那这样就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根据最近发布的 美国铁路协会的一份报告来看呢 铁路运输量接近美国长途贸易的40% 如果要是罢工呢 可能会使美国经济每一天损失20亿美元 那这样带下来的结果 就会扰乱全国各地的旅行啊 通勤啊 以及商品 还有其他货物的运输 所以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你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罢工 对吧 你就说 就咱们在AI News这么长时间 咱也没想过罢工的事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好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这一次会有罢工的这一个关系 那其实这一次呢 是因为铁路公司 还有拥有15万名成员的工会之间 他们关于新工会合同 这个谈判其实已经持续了三年 但是到了现在呢 这个事就彻底爆发了 代表着57000名售票员 还有工程师的两个最大的工会 到现在为止 他们根本就不同意 这样达成的一个协议 那再看一下劳工统计局 给出来的数据 说在2018年11月 到2020年12月的这个期间 美国铁路行业失去了4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铁路行业的这个劳动力 从20世纪50年代100多万个工人 到现在已经下降到2022年的不到15万 哇 就是差的真的很多 100多万 到现在不到15万 这个行业就是流失这么多的人 这个行业不仅流失了人多 但是呢 他们这些工人在行业内又看到什么 公司赚了好多钱 那消减成本呢 很多时候就导致说 这个公司像BNSF 还有Union Pacific 他们就是大获利 这个是北美最大的两家铁路公司 这个公司呢 在2021年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 那BNSF呢 是由亿万富翁投资者 沃伦巴菲特的集团公司拥有的 自从2010年以来 美国铁路向股东支付了 196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还有股息 那么这个再说过来说 铁路公司跟这个公辉之间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说白了就是待遇不好了 薪资也不好 然后所有公司里面 所有的条例也都不好 那这些工人呢 他们就会连续被叫到说14天 就要随叫随到 然后没有休息 而且他们也没有一天的 说这个待薪还有无薪病假 就是请起假来 那基本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你要是说 我常规我要去看个医生 或者是我家里 有点什么紧急的事 紧急情况 那你基本上请假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这样就受到了很多限制 那如果你工资再不高 然后每个人干的活还多 那这样的话 大家长时间难免就抱怨 那抱怨了就生恨 是吧 大家就这么一团结 一看也达不成 那咱就罢工吧 就不干了 这样就造成了 我们马上到来的这个礼拜五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危机 他们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那对我们大概来讲 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就刚刚跟你说一样 就是百分之40%这些运输系统 全部都是在铁路上面的 那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因为就像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COVID那个时候 对 很多地方是说没有牛奶 我记得 然后没有鸡蛋 对 然后肉进不来 或是怎样 其实肉啊牛奶鸡蛋 在中部那个地方也是一堆 其实在加州也是一堆 就是其实物资是充足的 对 但是人就是拿不到 对 然后它也是每天都惨 它说鸡还是每天下蛋 牛还是每天挤牛奶 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里面就是 牛奶全部倒到那个叫什么 那个河里面 还有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被环保人士说这是在污染 然后那个超市里面 货架上都是空的 然后超市为了看起来不要那么难看 还打印了商品的那一个大布在那挂着 原来看过去好像摆满了东西一样 对 那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说不是只要产牛奶 牛奶就好了 嗯 那因为当时在COVID的时候有很多东西 它是说是必要产业跟不必要产业 对 可能像说牛奶 你挤得出来 但是牛奶你不能直接放来让人喝 你不能直接拿出到二种 对对对 你要你必须要 或需要给加工牛奶的加工厂 有些你要变成 Half and Half 你要 full milk 你要消毒 你要各方面的 有些东西你要装 牛奶工厂不是必要的 所以说它关闭 或者是牛奶的包装的厂 是FDA说要规定说牛奶 一定要什么规格来去包的 牛奶包装工厂 这个不是必要的 所以就关闭 所以说有大量的牛奶 还有鸡蛋在那个地方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见的时候 这东西都产量是零的时候 东西就在工厂或是在农场里面 销不出去 就比如说你有牛奶你没盒 那你咋卖 对你有鸡蛋没盒也卖不了 对那现在这个铁路 这个东西如果说断掉的话 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再加上我们很多的这个 之前的什么卡车司机罢工啊 然后现在的这个油价又变得这么贵 然后特别是柴油 卡车都是用柴油的 那如果少了火车的话 少了美国运输的40%的话 接下来的通货膨胀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产量会减少 会大量的减少 全部都会加到消费者的身上 而且电力部门呢 其实因为这个还会受到一些伤害 因为全国有70%的煤炭 都是通过铁路来运输的 那不光是说煤炭啦 像化工以类的啊 石油啊 天然气 这些东西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罢工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像什么炼油厂啊 化工厂啊 他们还是需要铁路来引进这些原材料 还有运输这些成品 我们再说回来 说这个罢工其实代表着什么呢 那罢工其实就是劳资纠纷 劳方想要利用停止工作来刺激资方 来得到更好的薪资或者是待遇 罢工对于双方其实都是有害的 而且通常受伤害最大的都是劳工 如果说没有工会大力鼓吹来 大量的劳工起来抗议的话 基本上劳方跟资方会用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所有内部的问题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 劳工的薪资跟待遇是 劳方跟资方在互相互利的情况下 所定下来的契约 但是19世纪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东西 这东西叫做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把劳工当成是一个 没有任何跟老板谈判 无限被老板压榨的努力 为了要来喝止这样子的压迫 所以就创造了工会系统 认为说劳工没有自己的能力 来跟老板谈判 所以说创造出来一个强大的劳工联盟 来一起来逼着老板给所有的人 都有更好的薪资待遇 不然老板就一定会 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压榨员工 那工会的存在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好的 你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应该有听过工会这个样子的东西吧 你对于工会的看法是什么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大概没有听过工会 因为以前我还是学生 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方面 但是来了美国之后 因为我去的是电影学院 所以大家非常在意工会 电影学院的工会操课 对 就是演员有演员工会 然后你知道他把那个电影里面 各个部门其实分的都特别细节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会 演员有演员工会 导演有导演工会 然后你是那个摄像有摄像工会 然后你哪怕是在片场上面 搬脚架的这种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会 那每个人都有工会系统的组织 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最不喜欢聘请的演员 就是工会演员 因为工会演员 你只要聘请一个 他会给你整个剧组 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工会演员吃饭 必须每个人是多少钱以上的标准 就是你不能跟 比如说我们剧组 我们今天就是订中国的盒饭 那我们可能订康康小美 一个人是10块钱 一个的那个 不行 我们工会的人都跟你签合同 我们这个演员必须是25块钱 一个人以上的这种饭 那万一那附近方圆百里 就没有那样子的餐厅 就是他只有3块钱一个便当的那种 那就给他买15分 对所以他的限制要求等等等 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麻烦 而且很多都是根本不必要的 然后或许是演员本人也不想要 很多在工会里面的演员 他也因为他自己有工会的这样一个身份 所以导致有很多戏他是接不到的 因为没有人想要雇一个麻烦来 但是他进到工会里面 他又想说我要有一个工会 这样我可以通过这个工会 可能去认识很多人 或者得到一些资源 或者什么什么等等的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很多人会认为说工会是好的 但是其实就是跟所有的集体主义的制度一样 工会可以派人去董事会 可以派人去跟老板谈判 可以有律师团来保障对于劳工整体的福利跟待遇 但是这让劳工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亲自的去跟老板谈判 亲自的为自己而努力的方法 员工想要加薪 原本是可以跟老板讲说 就是看老板要怎么样留住自己 看老板要怎么样看到自己的努力 来创造出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现在老板却可以说 我这一切都是符合工会的啊 你要什么待遇的话 你就去找工会 等工会跟我来讲我再再说 那安抚劳工就变成了工会的责任 而工会也是人创造的 所以说工会也只会为了自己的生存 还有利益而存在 当工会想要在公司或者是董事会 获得更多权力的时候 就会叫做劳工起来集体抗议 使用劳工来达到自己的公司内的政治目的 当工会想要从老板那边得到更多的补助跟权力的时候 就会试图说服员工 不然就是找哪个理由来开除那些在倒乱 在工会里面倒乱的员工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每次罢工的目的是什么 最大的收益者永远都是工会 特别是公家机关的工会更是如此 嗯 那这次铁路罢工的这个影响 将会超过老板工会以及劳工 全美国的产业链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COVID时期的这个牛奶跟鸡蛋 还有这个卡车司机罢工 还有柴油价格报表 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会被逼迫的一定要停摆 然后或许这些人到最后也不会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就只是被利用而已 只是被利用就是被人煽动了 就是你看这些人多坏原因都是在他们 你们赶快起来去反抗 其实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无论对劳工来讲或者对美国来讲 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 这基本上就是你想一天损失20亿 这基本上就是大概暂停几天以后 然后还会恢复 就是这样的一个闹剧而已 那你说这个行业会不会继续流失人 我觉得还是一定会 然后他们这些人真的会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福利吗 不一定 就是前几天都有朋友给我发信息 就是说雇用量的问题还是存在 然后还是一个危机当中 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囤粮 那有时候我就是有点懒 我也想要囤粮这件事 就我一个女生去Costco搬一袋大米 我说要不等一等 我这看完这个戏文后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 我觉得囤点吃的还是有道理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谈到说 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话说去了 当然不想给大家造成一种什么危言耸听的 这种想法或者概念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你要是看出 现在供应链的确是一直有危机 然后我们再看美国这食品价格 这所有的东西就一直在上涨 能省点试点多囤两件大米 之后或许越来越贵 现在买起来还便宜一些 反正就是我觉得囤一点粮食 能放得住的东西 这些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感觉说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一点什么 其实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危机发生的可能 像说囤粮啊 卫生纸啊 你就是Costco那个时候 啪一下卫生纸全部没了 你看我们所有的民生必需品啊 枪支啊 这些不是杞人忧天 这些其实是人类历史上 非常基本的生存模式 例如像说我的外公 那时候他去世的时候 我们去 就是不是搜刮 呃去整理他的衣服 你会为用途啊 搜刮 不是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有很多的什么罐头啊 然后有很多的什么棉被啊 鞋子啊 各方面就是 民生必需品 他有一堆都囤在那个地方 新的是不是啊 对 我外公也是 是吼 对 然后呃像说米啊 他也会多买几袋 避免后万一发生什么事之类的 是 那我们现在会笑他们就觉得说 哦你这个 你怎么杞人忧天啊 你神经病啊 你怎么会就是 你要什么东西的话 超市就有啦 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 或许他们比较极端 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 或者是怎样之类的 但是他们生活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 预防未来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总比什么都没有 然后发生了 好 所以说 我们要看的东西有很多 例如像说 我们家后院是不是有种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的水源的来源 如果说 我们家庭如果有危机的话 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应对 那这个危机不是说 一定是什么供应链毁掉 嗯 或者是彗星撞地球 或者是核弹打过来 或者是核弹打过来 那啥也不用准备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 你在这坐着就好 对 这东西可能是很小的 可能就是一个 全区的大停电 在洛杉矶就这个样子 真的 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买过那种 呃充电电池哈 你停一次电 你看你需不需要那个充电电池 你就别说别的 你就停一晚上电 你都受不了 对啊 嗯 那然后还有像说 你突然失去工作了 你家庭怎么办 你如果有三个小孩 然后呢 你工作没了 你是唯一的一个工作来源的话 你需要几个月的缓冲期 然后万一你申请不到EDD 怎么办 像EDD乱发成这个样子 那万一申请不到的话怎么办 万一你被拒绝的话怎么办 你的家庭要怎么活 现在有很多的homeless的问题 就是因为那时候COVID的时候 他付不出房租 对 然后呢 政府给你一个grace period grace period你没有工作 你grace period结束之后 你还是付不出房租 嗯 他就被迫被evac 然后就出来在那边要饭 女儿带着然后去外面住帐篷 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危机 就是经济的这个状态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个COVID is like a manmade disaster 这个人造的东西 对人造的灾难 但是其实这种事情也告诉我们 就是要未雨绸缪的确有准备嘛 就像我们不会当月光族对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攒一点钱 如果未来以后会怎么办 虽然我们现在很明显两个都是月光族 但是yeah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加油 很多人会把现在的工会美化 认为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 都是因为社会主义跟工会造成的 我的频道里面 PHC里面就有很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不只是中国大陆来的 台湾有一堆 蛤 台湾有好多人是社会主义人士 觉得说哦 现在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跟工会来去搭建出来的 例如像说什么周末啊 还有固定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认为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跟工会制度 才达到的成果 其实不是的 历史上第一个劳工法 其实就写在圣经里面 那就是呢 申兵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五节 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 牛驴牲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榜婢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哎呀神多体贴我们了 对安息日这个日子就是人皆生而平等最佳的代表 也就是在神里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最佳的表彰 在里面他说一个礼拜你要工作六天 第七天你要把这一切都交给神 不只是老板跟员工而已 甚至儿女奴仆还有牲畜跟外人都必须要休息 因为只有努力才必须一个礼拜工作七天 很多人认为安息日这条诫命是一个非常没有什么意义的诫命 特别是现在现在都已经一个礼拜放两天假了 但是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诫命之一 因为在第十五节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自由 就是因为神带领我们离开了埃及地为奴之家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自由是属于神的 我们如果工作七天的话 就等于自愿的回到埃及当努力了 不只是这个样子 守安息日这个诫命 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动物的律法 之前所有类似的律法 什么汉莫拉比法典 巴比伦的石板 都没有记载任何有关于动物的法律 但是神却给了我们实戒 给了我们一条包括动物的法律 这就表示所有的动物 牲畜也都是属于神的 他们也必须休息 我们现在最能做的脱离奴役的 就是脱离工会系统 如果你是医疗人员 你是医生 出来创业 创造出一个不被工会控制的公司 或者是医院 如果你是护士 脱离所有有工会的大医院 用自己的能力来得到自己的薪资 训练自己跟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 老板也是人 老板不是高高在上的神 他们没有权利掌控你的人生 同样的像说教室工会 计程车司机的工会 这些东西都一样 只有脱离集体主义 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次铁路罢工的工人也是一样 我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太久了 我们失去了自己自主的能力 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能保护家庭的能力 我们现在最能做到的 就是重新的独立起来 建立自己的社区 建立自己的社群 现在的社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在屯粮会被嘲笑 起人忧天神经病末日恐后症 但是这并不是健康的 因为我们越依赖这些制度 我们就越容易被控制 当我们没有这个产业链就活不下去的时候 敌人要把我们拉回去埃及当奴隶或者是给你个东西要你放在脑门或者是右手上 你才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有可能去屈服 好所以就是不要再去嘲笑屯粮的人哈 我也从今天开始呢 从我自己做起 因为我也曾经嘲笑我的外公屯粮 那我会觉得就是 再次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危机 其实已经延续了好久了 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只是抗争现在才发生 而且它抗争跟我们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 我们接下来就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这时候其实这些铁路公司有几个选择 一个就是给这些工人他们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把工会剔除他们的这个运作系统 hire其他人到他们铁路公司上班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是解决的方法永远都是那几个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要更不依赖其他的人 我们才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存活 基督徒常常在说什么 我们逃成的时候啊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末日的时候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其实基督徒还是要去准备 去做这些事情的 基督徒还是要面对现实 基督徒还是因为耶稣没有叫我们 不要准备任何东西 耶稣虽然说我们要依靠神 但是耶稣也说我们要做到我们的最好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极致 所以说当基督徒准备 不是说我们不依靠神或是怎样 我们只是对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自己的自身安全 是有绝对的责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做一些保护我们自己的措施吧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过去两年因为防疫的缘故 不单大型活动被迫取消 教会的聚会也转到网上进行 最近由于疫情开始放缓 教会也陆续恢复聚会 这正是传福音及鼓舞弟兄姐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机 适逢南加州脚生步道会 30周年请 脚生将于9月10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 在洛杉矶台服基督教会 以及9月24号晚上7点 在国际大使命教会 呈现一出以反映现实为题材的 音乐话剧步道会 除了舞台剧 这次聚会还包括音乐和敬拜 由叶郭丽香牧师指导的水仙合唱团 也将在聚会中现场 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场压轴好戏 让我们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重新出发 一起参与后疫情时代的福音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